原标题 唐朝历史 李隆基一生中 做的最不仗义的一件事 历史刘老师原创 非授权严禁转载 唐瑞宗景云二年 公元711年二月 在与自己亲姑姑太平公主的斗争中 处于下风的太子李隆基 为了保住自己的太子之位 不得已出卖了 为自己保驾护航的两位朝廷大员姚崇和宋景 在此之前 太平公主已经两次离见唐瑞宗和太子李隆基的关系 如果唐瑞宗相信自己的儿子 那么还没有什么 但是要命的是 在太平公主发不断造谣下 唐瑞宗竟然还真的对自己的这个儿子起了疑心 甚至唐瑞宗还曾经让一位心腹大臣 悄悄去调查太子李隆基的不法之举 好在此位大臣并非是太平公主的党羽 在此人的劝说下 唐瑞宗才最终打消了对太子李隆基的怀疑 与此同时 身为朝廷执政大臣的姚崇 宋景也在私下里紧锣密鼓的 为太子李隆基谋划着一些事情 希望以此来稳固他的太子之位 经过深思熟悦 姚崇和宋景决定向唐瑞宗建议免去几位皇子的兵权 把对太子之位有威胁的皇子李承契等人 外调到地方为官 同时 把太平公主和驸马母忧 既安排到东都洛阳 以减少他们对于朝政的干预和影响 最终 唐瑞宗听从了姚崇和宋景的这一建议 下令自此之后 皇子和驸马不许掌握进军兵权 目前掌管进军的皇子和驸马 全部掉离县职位诸王 驸马自今无得点进兵 禁任者皆改他官 紧接着 唐瑞宗下令 让太平公主到福州山西省永济居住 然而 就在众人按照唐瑞宗的命令 开始调整工作档位的时候 一个人的举动 却让整个朝廷轩然大波 原来 是太平公主在得知这一消息的时候 发了大怒 而且 他还竟然直接找到了太子李隆基 逼问他指使姚崇 宋景如此对待自己 究竟异于何为太平公主文之 大怒 已让太子 而当时太平公主的势力是太子李隆基所不能够抗衡的 取资质通鉴记载 当时的大唐王朝宰相以下的人事任命 几乎就是太平公主一句话的问题 自宰相以下进退细其一眼 而且就连条中宰相的人选 唐瑞宗都要和太平公主进行商议 甚至 有些时候 太平公主不去上朝的话 唐瑞宗就会先派宰相去太平公主的府邸进行咨询 然后再进行最后的决策 或时不抄议 则宰相就弟子之 如此权倾天下的强势女人 身边亲信根本无力与之相抗衡的太子李隆基 也只好先与之妥协 以保全自己的地位 故而 最终 太子李隆基选择了举报姚崇和宋景 说他们离间自己父子和姑姑太平公主的关系 并请求父皇唐瑞宗 对他们进行严厉的追责太子聚 奏元之 谨离建姑 兄 请从己法 而唐瑞宗也为了平衡朝廷之间的权力 不得已把姚崇和宋景外放地方围观 最终 这场显示威胁到李隆基太子之位的政治危机 在姚崇和宋景离开京城后而结束 参考史料 资质通建唐记二十六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隆基太子之大